這間只做外帶的炒飯店 有兩個不滿30歲的年輕人 一手打造就跟他們的店 只做晚餐一樣 真的只有賣晚餐 營業時間從下午5點開始 其實炒飯的用料很簡單 最基本的不外乎洋蔥 雞蛋和白飯 依照不同的主菜再做搭配 主廚蔡正玉說 好吃的秘訣就是 使用在地的東西 竹北地區沿海盛產烏魚子 蔡正玉突發奇想 要把烏魚子融入炒飯中 他先將魚子切片再切丁 大小大約是一立方公分 這樣每一口吃進嘴裡 都可以嚐到綿密的烏魚子口感 這道烏魚子炒飯 其實是冬季限定 蔡正玉破例在炎熱的夏天開炒 他說因為食材要新鮮 炒飯才會好吃 烏魚子的產期在冬天 也要那時候搭配炒飯 才會是丟席 不過一開始的煎炸功夫 不能馬虎 太過吞焦不夠香氣出來 烏魚子它必須要充分加熱 如果我們是生子 生子就是切好這樣切下去 光炒的熱氣是不夠 然後就是釋放它的香氣 把烏魚子撈出之後 趁著鍋內還有魚子香氣 蔡正玉緊接著炒飯步驟 加入雞蛋和玉米快炒 最後再來一大碗的白飯 把一旁已經煎炸好的 烏魚子粒加入拌炒 範力在熱鍋中跳舞 隨著鍋鏟的節奏 香味一層一層堆疊 別以為這樣就結束 炒飯盛入餐盒後 最後還要再堆上一撮烏魚子 一碗炒飯足夠兩個人食用 蔡正玉透露 烏魚子炒飯的好吃秘訣 就和魚子有關 烏魚子有東方乳酪之稱 所以烏魚子它不能過火 火不能太大 因為它蛋白質非常高 蛋白質非常高 所以只要一猛火 過火之後 烏魚子就會焦 焦了之後那個口感跟味道 苦味就會很差 除了烏魚子炒飯之外 店內夏天的人氣首選 還有夏威夷炒飯 食材使用蔡正玉自己養殖的白蝦 搭配酸甜的鳳梨塊拌炒 最後起鍋再補上滿滿一層高麗菜絲 集上美乃滋醬 吃起來開胃又不燥熱 是女性客人 和小孩最愛的炒飯之一 鍋中畢業選擇不升學的蔡正玉 最後走上廚師之路 這一做就是15個年頭 他從廣東菜入門 所以他的炒飯也帶有廣式口感 再加上家裡經營養蝦場 白天他是養殖達人 下午就換上圍裙 成了炒飯專家 他的炒飯選用兩種米混搭 所以吃起來又Q又軟 層次感豐富 我覺得炒飯炒飯 飯就是第一個嘛 就是我們是炒那個飯 那飯的比例其實就有差 像我們米裡面就是有泰國香米 然後還有我們在地的泰根就好 然後所以在口感上吃起來 你可以吃到不是一般般的那種 就是只有飯香 是有兩種的飯香 然後因為這兩種口感的米 吃起來是不一樣 一個是比較Q 一個是比較軟糯的 所以吃起來就會很豐富 店內除了外賣炒飯之外 還有炒麵 通通都是現點現做 如果想要來點日式口味 也有每日從東港直送的 生魚片可以外帶 蔡正義選擇把店 開在自己曾經就讀的 竹北國中行 不少曾經教過他的老師 也都成了常客 對於這個不愛念書的小男生 也都很有印象 直到他終於訂了下來 學務處的老師們 特地送上了 刻了飄香千里的砧板 笑說就算畢業了 學務處還是會盯著你 蔡正義也大聲地說 雖然聽到老師的聲音 還是會想跑 但是老師 這次我們不會了